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根据现在的资料显示 感染者一旦使用了其他生物 基因就会突变 和被吃的生物重组 变得次数越多 大师兄就越厉害 就像是孙悟空的七十二变 这也是网络称呼感染者为大师兄的原因 但是大师兄到底有没有弱点呢 视觉 他们在晚上会和人类一样看不清 车离点的工作正在有条不稳的进行 军队已经介入 所以士兵不用惊慌 这也许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外星人入侵事件 所以也算得上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进步 越说越扯了 连外星人都冒出来了 又是这种声音 还是看看网上怎么说吧 这四个眼睛在哪儿 你们靠不住了 小心 闭嘴 我们会把图进 到目前为止 估计队全军覆没 第三连队和第七连队无法取得联系 报告 这段视频已经传播到客套视频网站了 立刻封锁视频 不能造成进一步的恐慌 城北车离点的第四连队 已经失去了联络 可恶 普通的军队根本就撑不住 看样子 非得是二生肖那帮家伙出马吧 帮我商场创建了王师兄的商品 现在别拿网上的事反我 有人想发灾难财就让他去 现在最重要的是守住所有撤离点 可是 他们卖的商品里居然有这个 而且 已经有人开始购买了 我的天 怎么可能 真是百家姓去掉赵 开口就是钱呢 防火 防盗 防师兄 米国军队特供 提高人体速度和力量 因为大师兄病毒爆发 国家特批贩卖 居然有七万块钱 坑爹呢 不过 奶奶过世的时候 给我留了十万块钱娶媳妇用 这次算是派上用场了 大叔就是把钱看得太重了 小薇 我一定会去救你的 真难得呀 蓝海 你居然还没睡 啊 只是刚睡醒而已 外面的事都知道了吧 独战队撑不了多久了 也许再过一两天 老头子就要派我们出场了 尔康 南海 大小姐 小姐 我不叫尔康 我叫尔多 别变了 你们两个想不想先跟我出去兜兜风呢 看到目标了 在那里 鸡刘有点不稳 我们慢慢绕过去 到达预定地点 放下后 还真是送货到家 现在H市的交通全瘫痪了 等找到小薇以后 我们应该也是坐直升飞机撤离H市吧 话说吃了这个药以后 应该就和采用性开挂一样厉害了吧 好期待呀 订单68539已经外出 省起饭 这一上午就送出去五十多份 老板赚死了 这些个傻子 这种东西就算买回去 敢不敢用还是个问题呢 你大爷的 这个药的用法 竟然是将金色的针筒 直接插入心脏进行注射 米国五年前就禁止这种药了 老板竟然公开卖给平民 现在上头哪有时间来管这些 对付师兄都还来不及 我敢打赌 这个药敢用的人不超过十个 能坚持五分钟的不超过两个 如果没有超出五分钟 药效就起不了作用 但是如果超过了五十分钟 身体就会承受不了压力而爆炸 而且 这个过程极其的痛苦 随时都会有晕过去的威胁 像大夫提升人体技能 哪有那么容易 七万的白菜腔 做梦去吧 不过从高空来看 现在来许是就是个牢笼了 这些师兄还真是凶残 管他什么师兄不师兄的 我们在天上 他能咬到老子吗 心脏 九分钟 为了救小薇 拼了 你让你拨打出呢 三星 二年 三星 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